乌乌战争现在陷入了胶着 俄罗斯是锁定了乌克兰东部的阿夫迪夫卡 还有南部的罗伯纪涅这两个地区 不过没有太多进展 反而是因为地势太空旷不利掩护 让俄军的伤亡人数实现攀射 这只乌军小队遭到俄军的坦克 包围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乌军的无人机刚好拍下了这一幕 好几辆俄军的坦克开过朝着树林开火 当时树林间有好几只乌军小队几乎全灭 只有他们从死神手掌的缝隙中逃了出来 这段步兵夺坦克的直击 看得出乌军在装备上的劣势 乌军手上的反坦克武器 大多是像SPG-9无后座力炮这样的 前苏联老古董 就算是波兰给的T-72坦克 车领也有好几十年了 乌军现在得靠自己来研发新的武器 四轮机器人不稀奇 但是如果再加上可远端操纵发射的自动机枪枪塔模组呢 两者盒唯一就变成移动式的机枪塔 甚至还有这种改良款长得像除草机的移动机枪 虽然距离科幻电影中的机架还差得很远 但是他们跟真人一样 都能够上前线穿梭开火 不过科技跟魔法只有一线之隔 例如这件乌军口中的隐形斗篷 当然不是真的隐形 而是让热成像仪在晚上的时候根本看不到 还有更高科技的就是让AI机器学习盯着天空看 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就能越早启动防空拦截 尤其是最头痛的无人机 就像当年二战刺激科技发展一样 乌军也是因为迫切的需要才自主研发 多达700个军武项目 但是还没等到乌军能够量产新的装备 俄军早就趁着冬季囤积了各种的武器弹药 像是日前还一口气发动 总统泽伦斯基自然担心过完冬季 西方国家还会继续给军援吗 不只是武器还有何时能够加入北约 北约的秘书长再度把话说死 要加入北约先等中战 德国媒体还披露 美国跟德国正在推动乌俄双方 重回谈判桌上 是要准备和谈了吗 不过美国白宫否认 国务卿布林肯还灭火说 北约依旧力挺基辅 不过东欧这几天是频频传出天灾的消息 像乌克兰全国有两千多个村庄被断电 而至于克里米亚半岛出现16年来最强的风暴 海水倒灌淹没了马路 学校和医院紧急关闭 数公尺高的大浪打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沿岸 马路上水快淹到半个轮胎高 东欧以及黑海沿岸遭受当地16年来最强风暴袭击 乌克兰东南部包含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和塞凡堡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民众在寒风中摸黑撤离 当地既飘雪又淹水 还有好几条大鱼都被打上岸 街道积水至少60公分 仔细一看还有人是踩在围墙边边过街的 11月底了还在淹大水 这罕见的极端天气 则是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降下大暴雪 积雪中拖救护车小轿车大货车连结车 游览车全部卡在半路上 还有这一起暴雪中的连环车祸 十几辆车撞在一起都看不到镜头 光是在奥德萨就有超过600辆车陷在暴雪中 这几天风雪中的道路救援 可能比前线士兵还要忙 状况实在惨烈 乌克兰16个州至少2000座村庄 50万人大停电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呼吁民众 有必要的话赶快避难 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已经被白雪覆盖 但是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前线士兵 这是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的第二个寒冬 对于身处乌东战区的居民 真的是饥寒交迫 乌东顿内斯克地区的谢尔维斯克 战前还有上万人口 现在剩不到1200人 状况同样克难的 还有一度被俄罗斯占领的沃尔昌斯克 烧柴取暖还同步开暖气 试图挺过天寒地冻的下十天 俄罗斯为了报复 切断了沃尔昌斯克的天然气管线 冬天民众要取暖还得小心躲好 不要被俄军发现 还好在初冬寒雪中 乌克兰还是有一丝好消息 那就是预估今年九月 GDP会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约9.1 一到九月的增幅也有百分之五点三 主要是社会与国际援助增加 以及国内的工业部门回升所推升 倒是俄罗斯的通膨巨瘦 越养越大只 民众到超市购物 最基本的cheese 马铃薯 香肠 全部都涨价 由于俄罗斯卢布贬值 加上军费支出高涨 俄罗斯十月CPI年增幅达到6.7% 是近九个月来最高 这让普清下令要全力压通膨 但是症结点恐怕还是得看战争 何时打得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 像海军拥有超过370艘的舰艇 不过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不满意 他担心这些军队没有足够的实战经验 众所瞩目 拜席会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直接否认2027攻台时辰说 是政治上的一时权宜 还是心里有古迹 任何一国的军队或者是社会 只要长期的久训不战 难免都会沾染上所谓的和平病 作用全球排名前三的可观军容 官方文宣更是不遗余力 把攘美和反台独喊得整天尬响 不过英国媒体经济学人 翻出习近平的过往言论 和平病弥漫在部队和社会之间 问题指向久而未战 五角大厦也曾引述相关的论点 中共自行解放军面对现代化战争 从官兵到干部领导两个能力不够 如果再仔细把脉 包括判断情势 理解上级作战决心处置 百兵布阵到突发应变处置的五个不会 官士兵编制失调的成科 一并被放大 他的士官太多 然后士官本身其实他又想学美军 可是又学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美军的士官 基本上他是负责训练 金官是负责规划跟决策 那如果你的士官没有办法 很好地去旅行他的相关职责 那当然就是一定会导致部队 下面的存在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在习近平在军事改革之后 他非常强调就是实战化训练 就是部队必须在没有预先具本的状况之下 磨练指挥官跟所属单位 这个邻机处置的能力 但是坦白来讲 你说冰冻三次 为了重新认识战争 重塑部队体制 大量施法俄罗斯迎接战术群 使得部装套往后一级的何成瘾 开始兴盛于解放军前线 只是一场乌尔冲突 难免又打乱了强军的理想 战场就是一个绞肉局 那经对进去 其实你的生存 你的生命 大概是以分以小时来算 当你少子化以后 或者说你的生活环境 越来越好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对当兵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意愿 和平病的另一面是招生不易 远代影响前线布局 所以他现在先锁定一部分的精锐 让这一批精锐能够比较快速的现代化 使得他在一个区域性的大型冲突当中 还是有获胜的相当的可能性 就要说就是也许现阶段 他还不足以在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中间 去跟美国去争夺 这个大洋的控制权 学者所指 解释了解放军 为何在台海周边 不断演练趋于拒织 避免在战力打折的状况下 又陷入了不利情势 共产党在建政之后 他强调的是一个所谓不结盟的政策 所以他在跟这些潜在的军事 就是伙伴 仅止于所谓的军事交流 所以一旦 不管是台海有事 或南海有事 乃至于东海有事 那中共他可能就要是独立作战 其他国家可能顶多 就是会提供他一些装备 或武器的补充 一旦失败 那中国共产党跟习近平本人 都将陷入一个政治的灾难 成平时期 没人真的期待走上前线 但想要治好和平病 认识战争才是唯一解放 两岸 军民皆然 民众直击 不远处冒出熊熊烈火 伴随着浓烟直窜天际 大火把夜空染成一片橘红色 俄罗斯南部一间正在 为俄军生产坦克的军事工厂 金船爆炸 当地消防局派出六辆消防车 二十名消防员才将火势扑灭 所幸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另外俄国迎来今年第一场大雪 几小时内首都莫斯科 就被16公分高的雪淹没 俄国南部和克里米亚等 黑海沿埃地带 天气更糟 不但有暴风雨袭击 还发生海水倒灌 已经酿成三人死亡 超过50万人 无点可用 这是克里米亚16年来最强的风暴 风速高达144公里 许多商店摊位被吹垮 树木遭连根拔起 乌克兰港城奥德萨也受到暴风雪 和墙风侵袭 超过千人受困在高速公路上 乌克兰有两千个村落停电 当局警告 俄军准备在今年冬天 对重要能源设施 发动新公事 现年40岁前俄国记者邓佐娃 宣布参选俄罗斯总统 要挑战普京 他呼吁克里米亚公 尽快结束战争 不过过去挑战普京的人 下场都不是很好 也让外界担心他的安危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是乌军士兵的生死一瞬间 才刚闪过眼前爆炸的炮弹 下一秒 一发子弹飞来 乌军重弹负伤 手又放回腹枪上 继续扣板机开火 直到实在撑不下去 赶紧后送治疗 从影片中就能看出 前线战况的压力有多大 这支乌军小队攻下豪钩 缴获好几只恶军的步枪 在炮火中 他们抓时间喘口气 乌军还公布这段 坦克在雪地里开火 事实上雪地其实很不利 重型装甲移动 而且乌军还得应付 利益者难以捉摸的敌人 狂风暴雪中 乌军士兵根本连战都站不稳 车辆的视线几乎被掩蔽 这个冬季第一场暴风雪 笼罩整个乌克兰的东部跟南部 乌南港都奥德萨的主要道路上 好几辆车受困动弹不得 天后恶劣让路上交通中断 但是俄军可不会因此放假 乌军的前线绍战不敢松懈 紧盯着前方 提早看到空中威胁 就能提早预警 乌军的移动式防空机炮 朝着不明灯火开火 俄军的无人机又大举入侵 首都基辅周六清晨遭到 俄军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总共75架无人机蜂涌而至 乌军拦截了多达74架 掉落的无人机残骸 波及民宅造成无人受伤 军民早有心理准备 去年俄军的冬季大空袭 今年绝对还会再次发生 乌军决定以牙还牙 他们用的也是无人机 戴号9.2的无人机突袭队 操纵乌军自制的吸血鬼无人机 夜间出没猎杀俄军 The Vampire is the Ukrainian-made battle drone With the capacity of carrying up to 15kg and a flight distance of up to 10km this drone has become a true nightmare for the Russians The biggest danger for these men is intense Russian signal jamming which in the worst case can lead to losing a drone We were close to losing a drone now We know the most difficult areas so we fly around them 只是现在国际的氛围不乐观 美国众议院至今尚未批准 拜登政府60亿美元的军事原污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西方盟友的帮助 总统泽伦斯基几乎武器还是不够 还有西方专家悲观认为 乌军手上的武器消耗速度 最多只能撑到明年二月 只是泽伦斯基还得面临连任压力 本来是明年要大选 但是因为战时戒严可能无法举行 有民调制显示 八成的乌克兰人希望先等战争结束 再来选总统 天员前这么倒 速达130公里的狂风下 八九公尺高的大浪席卷而来 淹过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沿海地区 钢筋铁架打造的海防工程 南党大自然威力严重倾斜 此刻乌克兰军想趁胜追击 出动坦克突破防线 也因为猛烈暴风雪受到阻碍 乌克兰南边的奥德萨 部分道路因此中断 电线被吹倒 不少地区停水停电 这是乌俄战争后的第二个寒冬 哈尔科夫的沃尔城斯克镇 因为被俄国切断天然气供应 居民同时烧柴和开暖气保温 除了木材要省着用 还要随时提防边境的俄军攻击 连续两年受动挨饿 也让民众想起90年前苏联时期 造成乌克兰75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在大饥荒纪念日 泽伦斯基提到俄罗斯走回苏联时期老路 压迫和攻击乌克兰 呼吁民众继续团结对抗俄罗斯 TVBS新闻中华报道 乌克兰防空系统启动 拦截二军五人机 当地时间25号 几乎夜空火光炮声不断 俄军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 五人机空袭 出动多达75架五人机夜袭乌克兰 乌军表示成功拦截74架 不过依旧造成部分建筑物受损 近200栋大楼停电 基辅一间幼儿园也遭波及 建筑物受损重 基辅民众再度西加带圈 冲到地铁站躲空袭 俄军冷部防发动攻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喊话 强化防空系统 适逢乌克兰大饥荒90周年 首都在遇大规模空袭 战火阴霾持续笼罩乌克兰 TVBS新闻海深报道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士兵冲下装甲车 立即和敌军爆发激烈强战 乌兵一边往前冲 一边猛力开火 从乌克兰士兵头盔上的镜头 可以感受到巴赫姆特两军的激烈战火 手放在这里 而随着延冬即将到来 战场地面又不满厚厚的雪 乌克兰说现在就是追踪 俄军动向的最佳时刻 只是雪地也让乌军的行动 被敌人看得一清而出 为了不让俄军用雪地上的轮胎 硬和脚步硬来追踪他们的部队动向 乌军加强用无人机来攻打俄军阵地 乌克兰无人机锁定二军坦克 俯冲自撞 敌军的坦克瞬间陷入一团火球 这场打了640天的战争 无人机成为乌克兰的灭敌利器 在战线后方的老百姓 也投入生产制造无人机 这群士兵在首都基辅郊区 试飞刚刚到手的无人机 其中就包含平民在家 DIY生产的阳春无人机 乌克兰巨方向西洋人透露 现在每个月大概使用3到4万架无人机 但地面士兵却说他们需要至少10倍以上的数量才能克服敌军 这对乌克兰情侣就放弃举办婚礼 把钱拿出来帮助乌军生产无人机 还有私营公司通过网路教大家在家组装无人机 甚至连6岁的小女孩也加入无人机战局 乌克兰从军队到民间都在学习如何使用无人机抗恶 俄罗斯周四指控乌军无人机杀死一名俄国官媒记者 才在G20发表视讯演说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转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集体安全公约组织CSTO峰会 峰会上五国领袖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集体安全制度 并签署了15份文件 集体安全公约组织和北约有点雷同 根据北约第五条款 一旦有成员国被攻击其他成员国将合力帮助受攻击国家作战 集体安全公约组织也有类似条款 但不同之处在于遭遇侵犯的CSTO国家 得先向组织请求协助 其他国家才会提供援助 另外俄国独立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会通过2024年预算将军事开支增加到政府总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出现军事支出超过社会支出的状况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俄罗斯发动自战争以来 对基辅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空袭行动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 俄罗斯分别从滨海阿赫塔尔斯克 以及库斯克两个方向总计发射了75架自杀式无人机 飞向基辅展开突袭行动 意图在寒冬黑夜中打击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 基辅想起空袭警报后没多久 漆黑的夜空随即闪现亮白色的光点 这是乌克兰防空部队为了拦截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所发射的密集炮火 军方表示 防空部队成功摧毁了几乎所有来袭的无人机 虽然还是有漏网之余 索性无人机的残骸并没有造成建筑物的重大损坏 而且仅有五位平民在袭击中受伤 然而CNN的报道则指出 乌克兰在这次超过六个小时的袭击中 至少造成了77床民宅和上百个机构电力中断 而且从无人机的残骸中发现 部分机型还喷上了黑色涂装 显然是要降低无人机被发现的几率 部分专家甚至不排除黑色涂装是具有降低雷达反射的逆宗涂料 基辅遭到俄军无人机空袭后 乌克兰部队随即给出回应 同样发射数量不强的无人机群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防空部队分别在莫斯科州 土拉州等四个地区 击落11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军事专家克鲁托夫表示 俄军之所以会采取无人机空袭基辅的各种原因 不外乎有成本便宜 而且也是打击对手的有效方式 根据军方情报显示 乌克兰并非所有的防空系统都具备应付无人机的能力 大量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战术 不但有机会摧毁重要军事目标之外 还能够侦查出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漏洞 然而乌克兰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俄国专家的说法只是强调附加价值而已 并没有明白指出俄罗斯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想透过多波次密集的自杀式无人机战术 破坏乌克兰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能源和电力供应这个部分 才是俄罗斯的重点目标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主要是在前苏联时代 乌克兰就是武器装备的生产主力 坚实的军工业基础 是乌克兰制造和维修装备 用以对抗俄军的后勤保障力量 如果可以瘫痪乌克兰的产能 那么部队所需的武器弹药补充 就会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下 势必会扭转现阶段僵持不下的战局 俄罗斯和乌克兰肯定都很清楚 这当中的利弊得失 只不过这时候又传出惊人内幕 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强森 在接受社群媒体节目访问时透露 目前乌克兰已经失去 再次承受冲突的能力 不但西方阵营能够提供的援助 越来越少之外 而且美国也要腾出大部分的精力 来协助以色列 相较之下继续资助乌克兰的能力 也会随之减少 强词预估最晚明年2月 乌克兰就有可能撑不住了 另一方面 德国媒体也在这个时候大爆密新 声称华盛顿和柏林 向基辅提供了军援 恰好足以让乌克兰部队守住防线 但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因为美国和德国早就准备好了 多套的和谈方案 所有迹象都显示 战场情况对乌克兰比较不利 而且美国和德国私下也对 泽伦斯基施加了与俄国和谈的压力 只不过泽伦斯基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妥协 这从普清在G20线上峰会时的 一段讲话就可以看出端倪 是的 尤其是终于战场 这些外交液 分枉权 尤其是在家山和 澳洲独自从成定的 但因此我们必须思考 更多用来破继细 这些特别的 网友一定要不离开 和伊克兰会和 Ukraina 这是美国和烟 而烟 而义 这句话被德国媒体认为是普京向西方阵营对和谈方案的回应 尽管美国及德国都否认有这个方案存在 但是德国媒体却言之作作地指出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已经察觉到 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国家在和俄罗斯谈判及停火的必要问题上 被拿出来讨论的频率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也让乌克兰不得不和美国密集商讨冬季的作战方案 只是一些北约国家并不认为乌克兰有能力再发动攻势 毕竟在夏季的反攻行动中曾经让西方伙伴抱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从俄军手中夺回更多尸土 反而陷入相互对峙的消耗战 甚至连能不能保住阿夫迪夫卡都还是个未知数 虽然乌东的战情不容乐观 却不代表夏季的反攻行动一无是处 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传播局更公布影片 声称使用无人机空袭俄军 在赫尔松的一处特种部队营区 屋顶有两处损坏的地方 影片右手边的建筑还有火蛇窜出 尽管乌克兰军方并没有详细说明 这次空袭的具体情况和俄军的损失 不过路透社根据影像里的建筑物和道路规划 比对的卫星照片发现地点相符 但无法证明影片拍摄的时间 对于影片内容 俄罗斯官方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反而是俄国的军事部落客 间接证明当地确实驻扎一支俄军特战部队 同时据称这支特战队正在袭扰 在此建立瘫头堡的乌克兰陆战旅 虽然南部战场对乌克兰相对有利 但是英国军情单位对于俄罗斯派出 大规模无人机空袭基辅这件事 仍然有所担忧 因为早在入冬前两个月 俄军已经避免使用空对地飞弹来攻击乌克兰 这代表俄军已经囤积了一批 为数可观的空机飞弹 是否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在冬季时节 大量使用这批飞弹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与发电厂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毕竟在西方逐渐无瑕顾及乌克兰的时候 俄罗斯显然已经留了一手 准备在关键的时候对付乌克兰 让这场消耗战逐步拖垮乌克兰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基 我是老汤 顾不了还在进行中的战事 对内刺客地区的救援人员 来到被俄军轰炸的住宅区 查看是否还有受困的生还者 这是目前俄乌战况最激烈的阿夫迪夫卡现状 就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承认 阿夫迪夫卡的作战部队 正在顽强面对俄罗斯不计代价的猛烈攻势 即便俄军死伤人数越来越多 也无法阻止普钦的野心 之后不在乎自己的子弟兵 混断千里买股一国他乡 日本兰台出现和尔敦启救援人员 队力量率高化和重点 以及超多地区的抗战 但遵争的�лон费是非常难用的 承受这些人的责迹 非常难 所以每一个人的贺人 一个人的贺人 每一个人的贺人 每一个人的贺人 他是贺人的总值 并克兰 task 很感谢 真正的界障害 虽然乌克兰的坦克部队也向俄军开火 不过绰号制作人的部队师官长 也毫不保留地向路透社记者坦白 俄军在攻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 除了有庞大的地面部队之外 由空天军KA-52和苏-25组成的空优战力 确实也让守军吃了不少苦头 更重要的是 当俄军操作无人机的技术提高了之后 以往坦克称王的地面战 如今也出现高科技战术的转变 和现在改变法补化 现在 already这样的小统特兰 时当对兵也不是强调之后 没有免用 verdade 因为全部也发展出了 已经发生了四季德鲜 卡米卡尔 你不无法去到 其实你已经看到了 所以郁军能量带的 强调整整个地方是 给产生力气 阿富迪夫卡的战役到底有多难打 据说俄罗斯调集了4万兵力 来打这一座战前只有3万人口的小镇 而且根据前方传来的最新消息表示 俄军一支装甲兵单位 从阿富迪夫卡南侧的工业区执行一次袭击战 以出其不意的闪电攻势 打下乌军好几个重要的防守据点 不但一口气占领了5座厂房 甚至夺下整个工业区超过80%的区域 留给乌克兰的只剩下西郊的几处房子而已 迫使盾内刺客警方必须对不愿撤离的居民 发出最后通牒 要把他们安置到远离烽火的地区 确保安全 根据俄罗斯媒体电报频道的报道 俄军使用大量榴弹炮和火箭攻击乌克兰阵地 迫使守军撤出战线 另一方面外传在东北部的哥尔罗夫卡地区 乌克兰部队一度试图向迈奥尔斯凯方向进攻 却遭到俄军步炮联合打击 历经四个多小时的激战 乌克兰部队宣告失利 大约有两个牌的官兵在战斗中阵亡 甚至还有消息指出 最让乌军气愤的是 俄罗斯更在西米克维地区 采取投掷极数弹的大规模轰炸 除了造成官兵重大伤亡之外 更把乌克兰从2014年以来 修筑的各种防御攻势全数破坏殆尽 部分乌克兰军事专家认为 俄罗斯就是准备 当乌克兰丢掉阿夫迪夫卡突出部之后 能让这座战略重镇 转为打击乌克兰部队的出口 即便有情报显示 乌克兰正在构筑新的防守线 万一真的丢掉阿夫迪夫卡 新的防御攻势能够把防线拉平 让俄军不至于继续向前冒进 同时也让驻防的乌克兰第110国土防卫旅 能够争取到喘息和整补的空档 再把先行退出战场休整的第59基布旅 和129旅拉回到战线上 替换兵力已经只剩2000多人的第110旅 继续与俄军周旋到底 只不过上述的战况和这个军事构想 并没有得到乌克兰军方的证实或回应 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已经推进到乌军塔斯卡霍塔防御攻势的俄军 预计接下来会往阿夫迪夫卡的中部进攻 如果不赶快派部队接替战力严重受损的第110旅的话 对俄军来说要吃掉这支部队也不是一件难事 而且换防一定要快 才能让110旅能够立刻衔接上 即将受训完毕的西方代训的乌克兰部队 一方面补齐建制上的缺额 再来也可以让具有战场经验的部队 和北约装备的部队有机会深入交流 也好让新兵们对战场有初步的认识 由法国代训的7000名乌克兰官士兵 在经过为期四个星期的密集训练下 已经具备各种作战技巧和能力 他们不但能在废墟中找到很好的设计位置 也能透过密集的火力掩护 让同袍在推进过程中 不会因为缺少自家人的保护 而成为敌火下的牺牲者 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统计 过去17个月以来 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一共训练了近5万名乌克兰官士兵 除了指导他们使用枪械、投掷手榴弹、战斗运动要领 以及野战救护等专业知识外 也向他们解释了战术理论 以及如何应用的实物操作 让这批乌克兰官兵未来在战场上 能够活学活用 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协助同袍 至于在地链伯和东岸的共识方面 乌克兰宣称陆战旅登陆之后 成功把俄军的战线逼退了3到8公里 目前正在巩固据点当中 然而俄罗斯则公开一段部队的战斗影片 声称乌克兰的行动已经遭到俄军的瓦解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隶属黑海舰队的第810禁卫海军步兵率官兵 在地链伯和左岸与来袭的乌克兰陆战队 发生激烈战斗 第810海步里在炮兵和空天军的立体协助下 击退了入侵者 俄军表示 从高空侦察的画面可以看到 乌克兰陆战旅的一侧依托在河流与沼泽地之间 另外一侧则暴露在俄军的阵地前沿 显然指挥官和部队在命令下达和战术执行上 出现了非常大的落差 也是俄军能够阻断乌克兰行动的制胜原因 不过路透社则表示 目前还无法确认这支影片的真实性 依据英国军情部门的资料显示 尽管乌克兰已经进入冬季 不过各部队的行动依旧进行中 战事胶着的地区 两军也互有攻防 继续僵持不下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